统计什么 统计它的那个年次 比如说我们台湾大概习惯有几年次 那个可能其他地方可能用什么 80后90后 不过我们这边习惯用几年次 那所以我希望得到什么 这边年次 就是把它的年次放在这边 所以也许我就堆一栏 叫年次 几年次 或者是几年次 OK 那这边的话当然 我可以把这个格式 常用里面刷一下 把它刷过来 OK 那这边的话就多一个年次 但是问题来了 我要取前面两个字 那你可能想说直觉 擦乱函数 前面两个字 Libster 对不对 然后呢 文字在这边 几个字呢 两个字 按个确定 嗯 向下填满 怪了 为什么 你讲说 不对啊 前面不是70吗 为什么 他给我的是29呢 原来 其实呢 这个日期 的格式 其实它里面真的放什么呢 其实你可以按右键 出存个格式怎么样 它其实是已经帮你用日期格式 让你看到 如果你要帮它打回原型的话 很简单 切回通用 它原来里面是放什么 29846 你想说29846 其实根据官方说法 这个数字 是跟1900年1月1号相比较 相差几天的意思 OK 所以其实日期是里面是一个数字 为什么会变成格式 是因为我们后来再加上格式的 才会变成真的格式 OK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让它变成真正的那个日期 就是按右键出存格式 你再把它转成什么日期 然后给它一个格式 这边都可以 然后按确定 它才会变成这样的格式 那可是问题来了 那我怎么样可以成功的把 这边的年次 转过来呢 而不发生错误 那就是要利用什么 第一个 你可能利用Test 那Test的话 它必须要 我们刚刚有讲过 它乱数里面有个Test 对不对 那Test里面的话 就给它Value 再给它FormatTest 可是FormatTest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这个里面 按右键出存个格式 制定一下 这个东西 所以你就把这个东西 所以步骤 如果你要做这一题 一 请你先按滑鼠右键 找到制定 把这一串复制 不管什么 反正这个就是FormatTest 然后复制完之后的话 二 切到这边的话 一样插入Test函数 然后给它Value 给它这个Value 然后呢 FormatTest先给它双引号 两个嘛 因为我贴上的话 它会没有双引号 所以我只要怎么样 把刚刚的格式 FormatTest给它 它就真的会帮我转换哦 而且不是表面上 是真的转哦 所以呢 你经过Test函数之后 它真的就变70 9月17的这个文字了 OK 是经过它 应该懂那个逻辑吧 是真正转哦 OK 好 转完之后的话呢 我如果要留下前两个字的话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 有没有 再用Labs 就是减下之后 不包含等号 然后Labs 把刚刚的公式贴到这边来 几个字呢 两个字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有没有 诶 成功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会发现哦 如果你不会用Test 帮你转换的话 直接Labs一定失败 那这种案例 在工作里面非常多 不只是日期 还有货币也是一样 像之前有朋友问说 老师我有些是NT$ 有些US 有些是人民币 有一些是日元等等的 那可是我要切割前面的货币符号都切不到 看到 但是都切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转换 那如果你要转换的话 到底是一样的 经过Test 再去做切割 保证就正确了 OK 那可以懂这个逻辑 这个部分的话 因为同学就是这部分 比较容易有问题 所以我就多补充一个叫年次 OK 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1 你就先怎么样 所以标准的话 step1 先把这边的格式先找到 按右键出的格式 切到制定把这一串复制 反正不管这里面是什么 复制就对了 2的话呢 切到这边来 插入那个Test函数 再把资料给它 把刚刚复制东西贴到Formatus里面 但是贴之前先给创一号 因为它是文字 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它不会自动帮你加 OK 然后转过来 再把这一串 怎么样 剪下 剪的时候不要放 不要剪到等号 再用那个Labs 把它贴上 取两个字 OK 看得懂吧 只是说熟不熟而已 到时候做 其实步骤没有很多 熟了很快就做出来 细节部分的话 当然我有录下来 如果你还是看不太懂 回去慢慢看 看 反正 之前有同学最多看个十遍 二十遍都有的 他就反复一直看 一看到最后他真的就熟了 OK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就是再加一个年次 顺便多练习那个Test函数 那Test函数重要性其实还蛮高的 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表面上看到格式的东西 你要真的把它转成你看到的东西的话 那就是经过Test就对了 OK 所以Test有点像什么 他是真的帮你把格式的东西 转成你看到的东西 那你再去做后续处理 基本上就不会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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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